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本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新书 它是两个很厉害的美国科学家所共同著作的 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位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位共同主任 一听就很厉害 所以大家听到数位经济研究中心 大概就知道我们今天又要讲什么了 书名就很简单 就是非常直接 机器 平台 跟群众 那这本书就在讲机器 平台 跟群众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介绍这本书 的来宾是范科学网的总编辑 郑国威 国威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国威 这是时代完全不一样 这三个题目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机器 平台 群众 这两位作者也不废话多说 就告诉你 我就是要讲这三件事 首先就是机器 呃 其实呢 这这几年呢 都有一个很大的争辩 就是因为人工智慧来临了哈 那未来呢 大家都说机器人啊 其实又人工智慧啊 不一定是这样 长得像人一样的一个机器人 不一定是像那个变形金刚这样的机器人哈 到底呢 会带来人类的毁灭呢 还是会带来人类的幸福 我看最近不是那个李开复吗 也在博制科学家们的机器漠视论哈 对 有副分科学家是这样的 对 有厉害的科学家哦 就觉得说人工智慧 人类就完蛋了哈 很像那个以前电影演的啊 那所以这两个作者也是很厉害的哈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基金研究中心 他们怎么看待未来的人工智慧的来临 机器人的来临呢 到底人脑跟机器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怎么样合作 嗯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哈 就如同我们书名所看到的 开宗民意就是机器平台跟群众 对 他就在讲这三件事 整本书就很干净利落 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就是分三部分这样 然后最后这三部分讲完就一个结语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样阅读起来蛮好的 对啊 就不会在那边绕来绕去 废话一大堆 对 我自己在帮这个书写书评的时候 也觉得也特别写到说 这个书写起来很有商学院教授的风格 因为他们的确是商管学院出身的科学家 对 那他们在 因为他们之前一本书就是第二次机器时代 第二次机器革命 对 然后第二次机器时代 好 不好意思 所以说其实这是他们这两位作者合作的应该算是第三本书了 因为他们本来是哈佛商学院的老师 对 厉害厉害厉害 对 然后他们这是在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他们在第一个部分写到机器的时候 其实特别就先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人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在提到机器之前要先回顾到人脑 因为现在在讲人工智慧 其实我们讲人工智慧跟机器人 就如同刚才所说 机器人其实必然就是要人形这样子 总而言之说各种机器 对不对 那机器人的大脑其实所谓的 让他能够行动起来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人工智慧嘛 对啊 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手机里面也有人工智慧 或者说在我们在日常使用的网站里面 其实也有人工智慧 只是他的阶段段数高不高而已啦 对 那为什么会现在很需要人工智慧呢 其实就书里面有提到两个关键 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设备 特别是数位的设备 这个数量非常的大 对 然后这些大量的设备它会产生大量的资讯 好 那这个资讯已经大到一个程度 是人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好好去做判断跟解读 装不下 对 你没有办法好好判断跟解读的时候 这些资料等于是没有用的 那当它是没有用的时候 那那就这个发展就停滞啊 所以说必须要透过人工智慧才有办法解读这些事情 人工智慧才有那个效率能够去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网路现在已经无所不在 对 所以呢你做的非常非常多的动作 都会累积很多很多的 就是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对啊 那这些数据 这些资料 这些海量巨量的资料 我们人脑是没办法的 所以就要用电子计算机嘛 就是电脑的 之前就叫做电子计算机 没错 对 所以就是超大电脑来算这个超大的 超巨量的数据这样 对 要从那么多的数据当中 找出所谓的模式在里面 那这其实这也就是现在人工智慧里面 非常热门的机器学习啊 深度学习所在做的事情 那这本书一开头当然就用了 我想大家现在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例子 就是AlphaGo AlphaGo在这个打败齐王之后 其实接连又做了很多的改版 对啊 事实上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他还那个改版已经还陆续在 还在进行中 对 要不然其实他应该要提到 比如说最新的AlphaZero这样子 对 很夸张就是说他已经可以不需要 就是用太多的这个旗谱 或是过去的这种两种城市去互相对抗 才有办法生成出一个超强的一个城市 而是透过简单的规则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耗用更少的资源的情况之下 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步的 所以说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一步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机器它是以一个等比级数 或者说我们说摩尔定律的一个方式在成长 可是人脑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在成长 我们从数万年以来 人脑当然我们人还是持续在演化 但是我们人并没有比如说长出翅膀 或者头很大有没有开发 我们不是说我们都只有使用我们脑部的几分之几而已 但是剩下那一大部分就是没有办法开发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们使用上还是我们全脑都有在使用 比如说科学上来讲的话 但的确我们对于大脑的了解还是非常的少 这倒是真的 那所以问题就在于说 那我们大脑已经跟不上这个科技的改变了 而这个这本书一开始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根据过去的研究 特别他引用到快思漫想的作者 当年康纳曼 也就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 虽然他是一位心理学家 他就在这个分类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大脑的思维分成两个类别 一个就是系统一 一个就是系统二 很平淡无奇的分类名称 因为目的就是不要让我们对他有什么歧见 但其实系统一他讲的就是我们的直觉 就是右脑 也不一定是右脑 就是说是一种 不是右脑跟左脑 系统一系统二 倒没有说那么一定的系统一 因为其实我们大脑在使用的时候 中间会透过那个名字体 还是会互相联系的 不断的互相的在使用 但是有一些区块 一般我们世俗来讲 都是用左脑右脑来分嘛 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就是不能说 某些人是左脑人或右脑人 就是这个用法就不太会 科学上会是不太正确的 好吧 对这没关系 好吧 对但是其实蛮好记得 但总而言之在系统一跟系统二上面 我们一般人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用系统一去做判断 知觉 对我们像我们行走坐卧 我们做任何事情 你呼吸 或者做大部分行动 其实都用系统一 对 那系统二是什么时候会用到的 就是那我们又刻意去思考 然后才有办法 理性计算 对对对然后才去做到的事情就是系统二会去做的事情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会用到系统二的时候是很少的 嗯 对那当然系统二可以去 会用到系统二是很少的 对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会用系统二 是哦 对那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人一天95%的时间 我们大概都用系统一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啊没有 说的非常好 但是就靠那5%的系统二就让我们跟真的啊 大部分的动物都不一样了啊对对对 大部分的动物其实他们靠着本能啊 靠着对环境的刺激反应啊 其实都系统一就可以去解决了 嗯 好那可是系统二他就是很费劲的 好然后很耗能 那但是我们都知道 真的很耗能 对对对 用脑其实很很费体力的 对对对对 用脑很费体力 我们现在天气冷嘛对不对 对对 用脑燃烧热量是很大的 真的哦 对所以人的大脑特别耗费能量 所以就是要通就是要认真动脑就可以减肥了 哎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想象啊 对我也希望是这样子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脑子 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大活动量 哎没有因为他要限制你 呃因为我们人的身体 就限制我们的大脑 不要活动的那么厉害 真的啊 对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才会用系统一嘛 为什么 哦因为活动太厉害 你就耗费太多能量 耗费太多能量 在远古的时代 像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 他没有办法存活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远古时代 比如说在草原当中 或一个山洞里面 呃你都不是生产不去打猎 然后不去干嘛 一直动脑 整天在山洞里面想东想西 你这种人就死掉算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是不喜欢动脑的 这很正常 哦不动脑其实才是正常的 各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解脱了 有没有得到救赎了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想很多思想家啊 知识分子啊 或是说现在正在聆聘 知识以前在远古时候是废物 是应该被淘汰的 对大部分人是被淘汰 你耗费太多能量在你的思考上面 啊 那当然我们后来演演变出 这个就扯远了 然后我们后来演变出一些社会的组织 好有趣哦 可以去养活这些只靠大脑 呃我都觉得说 因为我们受到太多的那个高等教育跟训练 我都觉得我们太相信自己大脑理性的计算 而不相信自己的身体 我都觉得 我要开始学会相信自己的身体 啊没有好继续 所以哦好有趣哦 百分之五而已呢 对啊当然是 不动身正常的 就是说 ok 大部分生物也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大脑的活动量这样子 人生大脑活动量跟耗能是非常大的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诶 那呃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用系统一在做决策 可是系统一就是这种靠直觉 它是很不很不精确的 好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以偏概全啊 刻板印象啊 主观 很很呃非常主观 直觉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看到一个迹象就觉得 哦好像是这样子 嗯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闻媒体有时候报道说 哎这个人这样哎看好像坏人 我们就觉得他是坏人 哦 比如说大家 刻板印象 对看很多媒体在说川普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就以为他真的是这样 我们就觉得他一个傻子 粗俗的人 对好 或者说我们觉得谁是谁 反正就很多这种形象 有没有 这人类到底什么时候还学会媒体 不可以相信啊 哈哈 就很难 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 对啊 啊 95%的时候就靠这个直觉 因为你懒得自己去发掘声响吗 所以你看到这现成的对而且也花很花时间 对啊耗能源 好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外包给某些人 外包给这些靠不住的媒体 对对对对 专门在做这件事 所以说那一开始桌子就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很不可信的 而且在预测不管你是多么厉害的专家 你在做很多判断的时候 根据历史的这些记载都很容易出错 从来没准过啦 告诉你们 对那他就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华尔街的专家在预测这个股市的走向 就跟那个猴子 猴子拿着飞镖 对对猴子拿着飞镖随便乱射 射出来的结果其实差不多的 猴子应该比较准哦 对好像是里面是讲到猴子比较准 猴子比较准啊 对啊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对就准确度其实差不多 那我干脆信猴子算了 我干脆信你华尔街的专家呢 这是几率的问题 对就发现说 这个好像看似言之成理的这些专家的讲法 其实他的预测的基础还是很不准的 所以就告诉你人生无偿吗 但是所谓的人生无偿 怎么机器又有办法打败这个专家呢 对不对 就是他里面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人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讲不出来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记录 是 举例来说 我现在在移动我的手 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看不到 只有主持人 他讲话的时候一直手动来动去 手动来动去 手动来动去 因为天气冷了 手顺便动一下比较暖 这个手动来动去 可是我没有办法好好地解释 我每一根手指肌肉的抽动 他扭转的角度 他的关节 他的骨头在做什么事情 那但是机器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去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让机器跟人一样聪明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描绘出所有 我们希望机器去做的事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告诉机器 对 那现在所谓的机器学习 或是深度学习 或说人工智慧的新一波的复兴 其实重点就是因为 我们即使做不到这件事情 也可以让机器自己去想出来 让机器根据一些大量的数据的输入 然后自己去找出来里面的规则 自己去找出来 对 比如说就像你就把你的手接上很多感测器 很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接很多那个 有没有 没错 你很像被外星人绑架的时候 他不是都要把你接很多感测器吗 然后你在动的时候 他就自然记录在他的电脑里头了 对对对 然后电脑就可以帮你计算所有 你刚刚说的肌肉的所有的运作 可能是肌肉电位的改变之类啊 什么什么 反正他能够测的 他能够他自己就会知道了 对 然后就像围棋也是一样 那现在之前AlphaGo 就是输入了数千万户的棋谱 是是 然后让他可以去推敲出里面的规律规则 然后可以去做很好的预测 他下这一步棋 那接下来下哪一步 或下到什么样程度的胜率比较高 或者说其实他 比如说胜率 比如说整个他的人工智慧在判断的 其实他没有胜负的观念嘛 他在想的就是说 那这个这个棋局的演变 他以一个图像的方式去想象 这个棋局的演变会往什么样的方式走 就像现在我们iPhone 不是 或者说手机都有人孔辨识吗 对啊对啊对啊 他也不是判断说你就是这个人 他也对你这个人的喜好 或是长相美丑完全没有概念 他只要知道你那些特征 好多符合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所以说其实 一开始我们两位作者在书里面 就告诉我们人的大脑 第一个不可信 然后呢会做出很多的错误判断 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机器 他们能够做到的判断水准 比我们人更好 然后透过机器学习 其实可以用等笔集数的方式 来超越过去的效率 那有一天机器会不会觉得 人类是他们的包袱呢 像电影里面演的 像这些科学家所预言的 所以机器就觉得说 你们人类毁灭吧 是不是地球的负担 为什么人类来指挥我们机器呢 我们机器来指挥 应该这个社会会更好 其实我认为这个担忧 反而是比较不需要的 我觉得担心人类会如何滥用人工智慧 这个倒是比较 所以要担心的是人类 担心还是人类 因为永远会犯错 有邪恶的永远是人类 不会是机器 对因为人类才会有这个意识 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会错误的去设计一些人工智慧 所以人最可怕 有人说会怕鬼啊 鬼什么好怕的 人才可怕 的确 而且人工智慧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武器 比如说他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人工智慧可能有很多歧视 可是不是他有意识的去歧视 而是他在收集了大量资料之后 比如说假设啦 我们现在就是去假设 好 然后假设我们现在 比如说他举美国的例子 他可能收集了很多过往的犯罪资料 然后去人工智慧去演算之后发现 好像黑人 可能是黑人或拉丁裔的犯罪距离比较高 所以他就可能去更容易去降低黑人的信用的平等 对 或是某些有某些特征的人他的平等 可是这样不就是一种歧视吗 我们在人类社会当中 你会强化原本就有的这种弱势 譬如说 那你黑人就永远更难翻身 对对对 那他就更会去犯罪 然后他就更拿不到你的credit 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没错 所以人脑还是比机器型吗 对 所以说这个书的作者 没讲的一点都没错 作者也在强调就是说 如果只是单纯依靠这种 人工智慧去做这样判断 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人脑还是必须要去介入 所以人的理想跟梦想是非理性的 如果你是理性的话你就会像机器一样 然后你就永远歧视少数民族 永远歧视譬如说生障者 可是人会有理想 会有价值这件事情 我们更希望平等嘛 对 那平对啊 所以你就会做出非理性的事情 应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机器去学会 平等跟 的这项价值 这些价值 只是说 人就是如同刚才讲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训练机器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他这个参数 对对对 很难告诉他必须要去做 所有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要慢慢的学习 但是 我们现在使用的 以及采用人工智慧的速度很快 会不会 在我们还没有纠正他之前 就因为大规模的去施 去使用了人工智慧 而造成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 这也是人脑的疏失 科学家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大家的 所以科学家或者是在使用这些机器的人 自己本身要有道德判断 就像核武一样吗 对对对 真的像核武一样 就像核武本身不邪恶啊 使用核武的人才邪恶嘛 的确 就是说像 或是一把刀 对啊 就像刀一样嘛 你拿来切菜很正常 你拿来杀人就不正常了 对啊 所以说工具其实要看人的使用 所以说第一步 在这个机器这一章 其实告诉我们是这件事情 那里面其实举了非常多有趣的案例啦 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参考的 那问题是问题是说这就是回到最古老的命题嘛 问题是人就是有好人有坏人啊 对啊就是有人很邪恶很聪明啊 他如果就拿这个人工智慧来做坏事呢 哦对 对这肯定是一定是有的 而且其实他也不一定是真的觉得自己在做坏事 但有时候是真的做坏事啊 比如说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 就是有人用人工智慧来诈骗 哦对啊 那之前用诈骗当然还还耗费人工的 就是说还得一群人啊 到中国的某个地方啊 或是到印尼哪个地方啊 或是反正就是打国际电话 然后还伪装口音啊 还要变一些假故事啊 来欺骗你 因为觉得台湾人这么聪明 这么有创造力 为什么不放在正途上面啦 是不是放在诈骗上去 哎接下来可能又更聪明了 就只用人工智慧了 对只用人工智慧了 他就是用人工智慧去判断 你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的属性 那你是不是比较容易受骗的 那些类型 然后就寄出你可能 比较容易相信的那种信件 然后这完全都用人工智慧做 那因为他可以大量的发送 大量的发送之后 就可以大量的收到回复 然后再去判断这个人 因为他有回复就代表 有没有上钩 就代表这个人可能上钩了 然后就完全就可以透过人工智慧 去做这种大量的撒网跟捕鱼的方式 其实是蛮邪恶的一种做法 对 OK好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两位作者还是秉持着一个 比较科学的科学家的态度 就是说你不要去妖魔化这些机器 一切的来源好坏什么的 都是人赋予的 对 他们是蛮正面 而且还是 他们其实也是站在 还是比较支持人工智慧 做一个产业 因为这种东西你也没办法打压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除非你是在特殊的国家 大概你不会去打压这种事情 但是需要一些规则 就是说你人工智慧这种科学的进展 他一定是往前走的 他不会倒退的 那你与其害怕他 还不如懂得怎么跟他相处 或者是驾驭他 可能比较重要 对 现在就要去开始 如果你现在就是限制他 反而就像你讲的 那些邪魔歪道 他是不会受到限制 他还是会用的 想做还是要做的 反而就是你就是防君子 没有防到小人 所以还不如 就是让大家提早的学习 怎么跟机器相处 对啊 当然后面也有讲到说 那人类之后是不是就没用了 那其实很多 在讨论人工智慧的部分 都会提到说 人的工作当然被取代 那以后人到底要干嘛 对 那其实后面当然有讲到说 还有一些是人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没有那么悲观啦 只是说 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人在 不一定是创意 不一定是创意 不一定是跨领域的事情 然后是连结不同知识 知识领域的这些事情 是特别需要人来做的 那过去那种重复啊 或是比较枯燥啊 或是说 比较单纯的事情 其实渐渐的机器 都会很快的取代 这件事情 所以跟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连结 然后怎么样把不同的人 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东西 都在一起 这种事情 比较是人 未来要做的重点 对 高层次的社交技巧 对啊 那这对于 没有社交技巧的人 好吃亏哦 宅男们 小心啊 不一定 宅男们可能有不同的社交技巧 不同的社交技巧 在网路上的社交技巧 对对对 也对也对 所以呢 在讲完了这个机器的部分呢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平台 还有群众 因为像每个事情都要讲平台话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为大家介绍天下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哦 呃 机器 平台群众哦 那这是由两位非常知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位经济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哦 两位知名的学者哦 所共同出版的书 那么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范科学网的总编辑郑国威哦 郑总编辑呢 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 那么刚刚讲到了机器的部分 现在要进入一个很重要就是平台 这是一个平台的时代 什么都要讲做平台 平台经济 大平台 对对对 大平台 而且呢平台经济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大多数的 呃非常重要的独角兽啊 那么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不只是经济 平台经济而已 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平台的概念 所以以后整个的 譬如说政府啦 反正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平台的概念就对了啦 平台就是关键词 跟我们讲一下平台 哈哈哈哈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平台 很多人都要转型耶 企业都要转型 转成平台 对啊 甚至连很多政府单位也说 哦自己要扮演一个平台 我的那个政 市政的政见也是说市政府要变成平台 对 所以说平台这件事情 呃其实它带给大家很多新的想象 嗯 好过去是单纯的我们做产品嘛 然后我做 就是由上而下这样子一条一条龙 一条链这样子 对对对 我做产品然后卖给大家 那现在其实好像呃也 然后有的人是说我是做市集 对对对 我做交易所 啊 market 对 做market 但是现在另外更新的概念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平台 平台 在平台到底上面是做交易呢 还是说卖你产品呢 也都有 可是这平台的角色又更抽离了 是 他就是在利用现在的这种呃数位经济底下产品的新的属性 嗯 因为现在数位经济底下产品跟过去的产品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 嗯 我在书里面就提到三个特色 一个就是免费 就是说呃他的这个编辑的制造的成本几乎是零 对 这是一件重大的经济大革命就在这个这个关键字 但是大家不懂经济学可能听不懂 但没关系免费 好 免费 因为过去我们实体的商品 他呃每制造一个成本还是要持续的往上加嘛 就算你之前的工厂啊 或是人力的成本可以摊提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以前呢 你要听阿妹的歌 你要去买CD或者是卡带 那你每制造一个CD 他都有一个硬体嘛 他就有成本 也有运送的成本 对 除了阿妹唱歌的成本之外 他还有这个成本 可是如果你只是网上download 所以第二个download跟第二十万个download 他其实成本是没有增加的 是零 几乎是零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完整性 那因为呃如果说今天一个东西 他会随着时间而损耗 或者说他有腐败的问题 对香蕉 食品 食品有腐败的问题 任何东西都会啦 很多很多东西都 车子一下地就不一样了 新车来一下地价钱就不一样了 实体的货品他都有折旧的问题 对 越来越 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 他的品质越来越糟糕 对 你要去维护他 但是数位产品几乎是没有这个问题 对 他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应用程式 是一种服务 或一所 或刚才讲到阿妹的首歌 对 其实他不会随着时间过去 然后变得 歌会变 就是阿妹的老 对不起 我现在不是讲色 不是在讲阿妹真的这样 就阿妹可能老了 声音变了 可他那个首歌 他唱的品质是不会变的 除非你家机器喇叭很烂 对 那我们说CD可能他会坏掉 对 那可是一首数位储存的MP3 或是 永远听起来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子 他不会改变 那第三个特性就是即时性 那过去我们要获得一个产品 他其实中间是生产制造 递送都很好时 现在即时性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他 手机download就有了 对 他可以马上的传播给你 另外一个是 他甚至可以预先的了解你的需求 然后来推送给你 对 那像比如说 现在大家可能看Netflix 或者看很多的线上OTT 看这些影音平台 你随点就随看 你也不用等到某个时段 或者说 才有办法去听到 才要看到这样子的节目 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八点档连续剧了 就是要等到八点的时候 打开电视才看得到 对 还要回家开电视 有没有 现在没有 就是随便 你要爱什么时候看就什么 不然手机爱在哪里看就在哪里看 对 因为其实这也是 当然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时间 越来越破碎 然后越来越 可能 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都没有像以前 那种大家 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起合家 大家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一个大型综艺节目 然后看大家所有喜欢的艺人都来上这个综艺节目的那种共同的经验 然后隔天隔个礼拜呢 大家都讨论共同的话题 我们都没有这样 就是你说的 所以整个社会是非常破碎 对 共同话题的消失也是现在很多这个趋势专家在关注的事情 就变成你可能关注的事情是跟另外一个每周的年轻人关注的事情是一样 而不是跟你台旁边的台北人关心的是一样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圈圈啦 对 对真的是这样子 好那比如说最近 他在之前大家不是在玩Pokemon吗 然后现在 抓宝 对对最近大家在玩那个什么旅行青蛙还是什么 好的一阵一阵的 好那但是很少数的东西可以带起这个蜂巢 大部分的东西就是在一个小圈圈当中会获得很大的影响力跟知名度 可是画出了这个圈圈 大家就不知道了 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数位数位时代数位经济时代看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这就是 所以现在是现在这个产品的概念已经有刚刚你说的这三样特质了 对 因此平台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对因为平台呢可以加速这过程当中的整个效率 而且他不会因为说上面的产品会腐败或者说会折旧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及时提供给你 然后所以说平台平台反而是他能够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 你去取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管道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看新闻可能是透过LINE或透过Facebook 然后很多人就是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网际网路整个网际网路就是一个大平台 对对对 那这个平台另外一个特性其实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 对那特别作者在这个书中呢 其实回顾了经济学上面的一些原理 一些理论 网络效应其实是很多人在讨论平台经济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的这些公司Facebook Google或者Apple 他们可以变得那么的巨大 原因就是因为当使用者越多 然后为这个使用者去生产内容的人也越多 然后居于其中的这个平台 不管你是Facebook还是Google 还是Apple的iPhone上面的iTunes App Store这些东西 他能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更大 对然后呢他某方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平台 像是我们常听到中国有许多的网络公司 他们一开始在推广的时候会砸很多的钱 对 其实包括台湾也有的Uber啊或是Airbnb啊 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的网络公司 一开始会砸钱来取得用户 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要砸钱取得用户 你到底要怎么赚回来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书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他取得当然的用户 他对于产品的提供方那边就有很大的溢价权 其实很像信用卡公司 那他发卡量越大的时候 他就可以让这个提供折扣的这些商家 愿意去提供更多的这些折扣 或者说跟信用卡公司谈一个更好的地友 然后他就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又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 就是抢市占率 对对对 那这个市占率很重要 因为现在透过这种网络效应 还有另外一个叫马太效应 就大者很大 所以说市场上大概只会留下一到两家的这样子的竞争者 所以这完全是往一个垄断市场的方式在走 对那但是垄断其实老说有时候没什么不好 就是当他没有 当他提供的内容可能是更便宜的更好的 然后对消费者服务也更好的时候 那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在垄断的情况之下 这些公司才有余裕去做一些其他的研究或发展 特别像Google或Facebook 他们现在其实某方面垄断了网络广告市场 他们赚超高超高的毛利 所以就可以拿这些钱 拿去做一些什么发射太空船 支持什么生物科技的新的研究 那当然这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乐见了 就是说垄断这件事情 但的确是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我们才会现在看到 现在像很蓬勃发展的科技业 所以说他基本上也是在用户 他还是要维护他的品牌形象 所以他要做很多像你说的这种更进步的科学研究 或者是工艺的投入等等 他还是要维持他的Facebook的形象 就是进步的就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否则的话 他还是会面临一些用户对他的抵制 Facebook过去这一年好像那个 一直被骂 不只他的那个浏览率 使用率降低了5000万 降低很多 不过如果说以5000万 就是20亿之5000万的话 当然是 也没什么就对了 好像也没什么 不过因为他基数才太大 不过对他来说降低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个警讯 不过他还有Instagram跟WhatsApp 所以我想他也大概不是很担心 实在是 所以说就变成就是 这就是一个打破了过去的一些规则 那譬如说欧洲还很尽力的在维护这种 大者恒大是不是要反垄断 以前我们都有反垄断 反倾销 对不对 然后你看欧盟其实对Facebook Google这些也有很多的这种 限制的很多的法规 可是你看在台湾 像PC Home跟虾米之间的竞争 就是因为虾米他有非常庞大的国际资本 所以他可以像你刚刚说的补贴嘛 那他补贴的关系他就提供给消费者更廉价更好的服务 那他就可以打败其他的竞争对手 现在变成都是用这种方式在玩了 对因为市场真的能够存活下来的竞争者就不多 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现在为了要竞逐人们有限的注意力 那往一个平台化的发展 变成是所有想要做大的公司的首选 那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 我们也想成为一个科学活动的平台 科学资讯的平台 理由也是因为是这样 那你们有没有担心有一天会被人家 被什么巨兽给病掉 所以你们自己要把自己变成是那个独角兽 当然希望是这样 但是被病掉其实如果说对方条件好 对也不错就卖了吧 但现在我觉得比较重点是 我们还在打造这个平台 因为其实现在反而是平台不存在的情况 又或者说大家会 台湾好像还没有很熟悉这个概念 平台的概念 还没有这么的普及 对因为打造平台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对比如说要不然全世界也不会只剩下一家Facebook 或者一家一个Google在那边 连雅虎这种曾经 我们也认为它是平台 它非常巨大 可是它也会持续的萎缩 我们看到这科技业的改变 其实非常非常快的 那所以能够掌握平台 这个角色 其实不只是了解里面的经济学的原理 但你一定得先了解里面经济学的原理 这也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先告诉我们的事情 商业逻辑 对商业逻辑 你要掌握这个商业逻辑之后 你才会你才会懂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应该去抢打造平台 不过像你这种新的领域还OK 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往电商去发展 对其实平台就 像PC Home它本身也是一个平台 虾米刚才讲的也是一个平台 那现在情况就是说 那你要当 作者其实有再三强调 他并不是说 未来就只有平台了 对啊 那当然平台是一个趋势 然后有很多很巨大的公司因此而诞生 就做内容 但也不是只有平台 产品还是很重要 但是你要了解如何跟平台共生 而不是被平台压榨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一直在批评Facebook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被压榨 被平台压榨了 那Facebook也必须要去寻找 跟产品共生的方式 要不然他会 也会被一直被盯得满头包 然后其他外部的趋力 还是会进来的 像是政治力啊 或是像是其他的管制 所以说他就算是独大 他还是有压力 不能够为所欲为的事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我是郑立文 现场邀请到的是 范科学网的总编辑 郑国威 跟我们来谈 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机器平台群众 这本书 教大家如何驾驭 我们的数位未来 是有两位 这本书是有两位 MIT的这个顶尖的科学家 他们的这个数位经济的 研究中心的两位共同主任 所一起出版的 讲到了机器 讲到了平台 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个 非常核心的概念 就是去中心化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头 讲到比特币虚拟货币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讲到平台 跟去中心化的概念 那么去中心化 也是一个数位时代 非常核心的概念 所以说 精英是被唾弃的 权威是被打倒的 专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那我们还是在感叹说 这是民粹啊 但是似乎群众的力量 已经直接的 因为你可以直接上平台了 你不需要有人教你 指导你 告诉你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跟年代呢 请调郑国伟总编辑 我觉得去中心化 它某方面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先不说网路的话 我们说政治的话 以前这种所谓的 什么高压集权啊 然后后来 救世主啊 然后后来往民主时代走 其实某方面是这种去中心化 那其实我们人在一直演变过程 不断会有这种中心化 然后又去中心化 然后又再中心化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其实网继网路某方面来说 它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一开始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发展 因为一开始美国在发展 网继网路原始的架构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打造一个 即使核弹攻击通讯也不会被阻止 不会因为有个中心被打坏了以后 就全部通通都失能荡掉了 去中心化分散 就会有这个安全的效果 所以现在新的核能电厂的概念也是一样 就任何的电厂 你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对你应该是要分散式的 这样会比较安全 才不会一个电厂没了以后 你就整个国家没电 那多恐怖 对那就是很中心化 就是很中心化 你的弱点就很明显 你的优势当然就是可能管理的很方便 或者说整个是很有系统很有结构的 但是你一样会有很大的弱点 那现在情况是网路它渐渐经历了一个 它一开始是去中心化 但渐渐又有中心化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就用在Google啊 Facebook又来了 对啊我正想讲 那Facebook这样子全世界垄断 他们就中心化了 那当然中国又有BAT啊 或者这些特别大的网路公司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个中心化的问题 但其实某方面来说 当然这些平台都还是 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 都可以去使用的 那现在在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个群众 跟核心 它制作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其实在讲的 其实就是说 现在我们又有更多更新的方式 可以让群众发挥他们的 群众想要的东西 譬如说不再是中心来决定 什么商品今年要流行 而是群众来决定 我想要什么商品 那你做给我 所以群众他们 或者说群众的舆论 群众的喜好来决定说 我今天要出什么样的歌 我今天要出什么样子的服饰 这变成是反过来了 因为过去很多事情 好像只能土逼 逼土逼 直接对企业 或者说对组织去沟通 但现在有很多事情 可以直接输出群众 像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群众募资 群众集资 就是一种方式 很多的新兴的一些小公司 他们可能这个概念 或这个产品 或是一个计划 所以不需要像以前 要有很强的人脉 你没有认识人 去跟谁借钱 贷款募资呢 如果现在你都不认识 没关系 上网平台 然后把你的idea告诉大家 大家就网路上面 可以无远佛界 接触到很多人 然后小额募资也好 怎么样 你就可以借到你的钱了 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 的确 就是说如果以前的情况 就如立文所说 如果你跟核心离得很远 你就没有资源 不重要 没资源 对 搞不清楚状况 对 那但是现在反而是自己 有办法成为自己的一个新的核心 或是利用平台的力量 去接触到很大量的人 直接对群众沟通 那这就是为什么群众募资 或者说像是maker运动 可以产生 因为现在这种小群体的交流 其实变得越来越蓬勃 所以你说我们所有的媒体 还围绕着在那边打转说 在猜测政治的核心 有没有什么阴谋 在想什么 在操作什么 是不是很无聊呢 我们应该去核心化 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这些政治的核心 他们应该要去理解群众在想什么 大家在想什么 而不是觉得说他们还有能力 透过核心的这种操作 就可以你知道我的意思 是是是 乾坤大挪移啦 或决定这个决定那个 但的确这就是 概念不一样了啦 这就是不断的 就是又中心化 又要去 因为草根的政党 他一开始草根嘛 就是去中心化的 对啊对啊 我们说国民党以前 勋忠会啊同盟会 革命的革命时期 那时候超草根的嘛 对对对 超去中心化的 超去中心化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比如说什么孙中山说了算 基本就有12个 对对对 根本没这回事这样子 对啊所以说 其实后来 就是会有中心化的过程 就是会有一个建制化 出现了组织官僚系统 为了好好的管理 管理为了效率嘛 对那但是现在 科技的演变 就让我们 即使不用那么中心化 也可以管理 也有更好的效率 对像维基百科 对 某方面其实 他不需要 比如说一大群的 做专家 作者去那边维护 他就是靠着全世界数千万的人 去使用他 去更新他 他就成为我们现在每天都会上的网站 而且当然品质 我们都知道条目有些是有问题的 而且 但是基本上我们 对 大致上可以使用他 而且他的确让很多人 能够去接触到知识了 他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有他好处跟他坏处了 就是有他好处 真的没有错 就是说像我们 对不对 比较古早时代生出来的人 这一点是比较难适应的 就在于比较粗糙 品质比较不好 以前的这些专家跟精英 那个品质是很高的 不然他怎么成为专家跟精英 他怎么成为 比如说音乐大师呢 或是什么大师呢 对不对 可是现在 因为你任何人做3D列印或干嘛 都可以 我随便一个人上车上网 我也可以download 我也唱歌 我也变成网红啊 虽然我唱的不一定是比这个 真正厉害的好到哪里去 可是我只要吸引一定的群众 我只要有平台 让大家看到我就好了 对 其实现在 因为这种去中心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让 特别刚才讲到是比特币 或者说讲到区块链 那比特币是基于区块链 衍生出来的一种 所谓的虚拟货币 或说虚拟黄金这样的概念 现在最近这个 一直以来 它的价格涨涨跌跌 其实蛮多人关注的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区块链的概念 是 好 他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讨论 他就是要取代中央银行 他取代中心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去中心化 对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金融 他还是一个中心化的东西 对 那会不会下一步 我们就是透过区块链去取代金融 是啊 或取代很多 比如说我们说医疗 对对对 很多医疗资料 很多东西也是处成在很核心 处成在中心化的组织 这个机构里面 过去高度专业 高度保护的对那我们是有把他去中心化 那现在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到 对还有很多东西是中心化的 那还有办法透过什么方式 结合区块链去中心化吗 去中心化有哪些好处呢 其实中心化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有很多的积核要做 然后他有很多的 就是你很怕里重有必案 房价屋出现的效率啊 而且你很担心有人谋不脏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金管会嘛 我们要有一大堆 我们会有造风金的问题 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 那但是如果去中心化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避开这些问题呢 当然他可能会创造一些新的问题 但是去中心化目前 就比特币做一个社会实验 他的运作的情况来说的话 区块链的可信度似乎是够的 而且是扛得住攻击的 所以说作者就特别觉得说 比特币涨跌 他可能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是重点是以区块链为主的 重点是区块链这个技术的成熟度 似乎是给提供大家一种信任 即使我没有一个国家 或一个中央银行在后面 在那边认证啊 或者是核准啊核定啊 对你还是可以信任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未来可能又会有中心化的问题 就包括即使连现在区块链 也有中心化的问题 才刚开 就是说比特币 比如说大量的算力集中在中国 那如果说中国的这个算力集中 就可能说他可以去修改 原本上面的记录 那就会变成 就很像他可以去改央行的数字 这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 其实很多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透过像区块链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在改变人类过去长期所习惯的很多的管理的模式 跟很多做事情的模式 你会让两个天涯海角完全不相识不同区域的人做生意 透过区块链你可以相信彼此 不需要有非常的繁文如节 或者是其实根本都不可能 对某方面来说 这也会颠覆很多的刚才讲的平台公司 比如说阿里巴巴 他们不是做这种所谓第三方支付吗 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手机支付吗 那腾讯啊 或者说PayPal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都是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 某方面是一个核心嘛 他们可以去做这种 让你提升对网络交付的 网络支付的这种信任感 那但是或许透过区块链之后 连这种组织都不需要了 不只是央行不需要了 这些阿里巴巴什么也不需要了 就是说 不错哟 他可能又会被有一个新的颠覆 那包括刚才讲的Facebook或Google 它是一种新的中心嘛 那或许 有一天他们也会 他也会被颠覆掉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会一直看到这样 趋势不断的在 在进行当中 没错 OK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头去 跟大家讲这些全新的观念 就是大家必须在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都要重新的去改变自己的 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你很多的生活的方法 获利的方法 许许多多的层面 都会全面的改变 谢谢郑国威 谢谢 谢谢